主力筹码在哪里,标股就在哪里 独家AI筹码运算APP,全市场第一个涨标股神器 当冲短线波段涨幅一次轻松拥有 明确进出讯号带来千万绩效收益 用最短速度赚到翻倍资金 当天现转涨停板也没问题 点进当冲最爱,自动找出20档出量喷发股 开盘涨4%跟上满进,盘中锁涨停 筹码大师APP全新改版上线 热赚标股,解锁财富人生 选择筹码强势股超盘手,非你莫属 大家好,我是筹码大师李宗欣 这个上个礼拜五的美国股市 其实走势不太领想 因为以巴掌双方交战有扩大的迹象 目前也超过3500人出现阵亡 死亡,包括军人和平民 所以大家市场担心 那会不会中东战事会扩大呢 所以在上礼拜五 例如说避嫌黄金或者油价 全部往上走 那也拖累了美股往下掉 虽然道琼收盘是小涨39点 不过距离道琼礼拜五的高点 礼拜五道琼本来早盘开高的 距离高点差了200多点 那废半跌幅就更惨了 废半跌了2.7% 跌幅蛮重的 那今天台北股市当然受到影响 我记得我今天早上看盘的时候 看媒体,媒体今天解读 如果今天跌在95点以内 还可以守住季线 那其实在上礼拜 礼拜四吧 常鸿站上季线的时候 我当时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 这个季线 短线是一定会拉回的 但是拉回是你是要站在买方的 因为季线目前扣底在高指数 在高档 那季线扣底在高档 目前的指数 比60天前 季线是60天的平均线 今天的售盘比60天前低 季线就往下 所以什么意思 就是季线扣底在高档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60天前 加纯线指数的位置 和现在来比 我待会跟各位分享 因为有的人搞不太清楚 老师扣底到底是什么艺术 这点必须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在昨天大世界话 有跟大家说 可能再等个一两个礼拜 那这一两个礼拜 其实是各位布局的时间 我们待会回顾一下 去年的十月份 去年九月份也很烂 跟今年九月份一样 那去年九月份过了 十月份表现如何呢 十月份刚开始表现也不好 跟现在也差不多 现在还 今年还比去年好一些 因为今年的十月份 一开始廉价之后 就涨上来了嘛 但是因为这两天 因为战事的关系又掉下来了 可是去年更差哦 但是更差之后怎么表现 去年和现在 同样是十月份 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待会会跟各位分享 那昨天在大世界话跟各位说 太弱换强 那美元指数 待会也会给各位看 美元指数 MACD注重点是负向的 虽然这两天 美元指数有反弹 我个人看法 美元指数反弹后 会出现拉回 第四季的偏多行情 并没有改变我的看法 当今天指数开低 好的股票 坏的股票 强的股票 弱的股票 都跌的时候 其实你是应该选择太弱换强 就是说大家都跌 大家都跌3% 弱的股票也跌3% 强的股票也跌3% 你应该是把弱的卖掉 去买强势股票的拉回 这是我昨天大世界话的意思 我们看美股 其实你看上礼拜五 道雄开满高的 涨200多点 说话是小涨36点 不过 纳斯达克 S&P500低伏还少 费半就比较惨 在平盘附近一路跌 收盘几乎收最低 费半在上个礼拜五 美股的走势里面算是比较弱势 那新台币今天又贬着 老师那你不是说新台币 这个地方几乎反弹起来 是要站在什么 新台币是要买回来 不是要卖新台币 对不对 那应该怎么看 待会我们看美元指数 和新台币的指数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 你看上礼拜五的道雄 其实还突破这三天的高点 盘中 早盘开这里 冲上去 哇 创这段反弹的高点之后拉回来 盗琼 在上礼拜来讲 上礼拜五 算是四大指数里面 走势比较强的 因为盗琼收盘还小涨 S&P500小跌 纳斯达克就跌1%多了 KT变成74 现在本来比较强的是费半 现在费半的KT变成68了 费半在上礼拜五 这根黑棒拉回比较深 那我个人看法 如果他跌破这里怎么办 跌破这里没问题 因为如果真的费半掉下来 他指标一定低档背离 他MACD都还是正向 所以我个人反而比较倾向于 不用这么悲观 因为我记得上礼拜跟大家分享 媒体的作用 媒体的责任就是告诉你现在发生的事实 就是告诉你中东现在多紧张 油价飙了几% 黄金又怎么样了 对不对 今天黄金概念股也涨停了 也大涨了 那油价 这个 布兰特原油 接口布兰特原油 那个正恶 哇今天大涨涨了八九% 所以 这个是市场的反应 媒体告诉你的事也是事实 已经发生了事实 但是你要判断的是 这个事实发生之后 未来会 未来的影响 未来会怎么样 才是你在操作股票的重点 因为股票永远是反映未来 不是反映现在 也不是反映过去 所以常常在节目里面 跟投资朋友分享 你不要把过去的营收 过去的获利来操作 针对表现未来的股价 因为股价是反映未来 你告诉我说 老师他去年赚很多钱 上一季赚很多钱 有意义吗 因为你要知道的是未来 可是谁知道未来呢 就像我在节目里面常说的 一定有人知道未来是 一定有人知道未来是谁 最核心的应该是 公司派业内主席大股东 投信法人都可能还比业内 更晚知道 不是吗 如果你是大股东 未来会好 我会先跟法人讲 法人把我股票炒高了 我怎么买 对不对 我一定先布局嘛 所以为什么我常说 筹码是永远的领先指标 我就是看筹码的 我们节目也叫筹码大师 为什么 因为要抓筹码 我最厉害 来我们看一下日经 日经还比较强 日经站上景线的时候回撤 对不对 南韩景线还没站 南韩是碰到景线掉下来 日经是突破景线的回撤 所以日经来讲是比较强的 比较强的 虽然日经今天盘中跌了不少 但是还所在景线之上 来我刚刚的大世界话的意思就是这样 美元指数的MACD是不是负向 是嘛 这段时间MACD正向了大概两三个月 两个多月 两个半月 MACD正向结果美元指数就一路冲 有没有 美元指数就冲了一段 好 现在MACD转负了 那转负KD勾起来就像我在节目里面讲过 N变 当中线转弱 MACD 柱状体往下 表示中线至少要进入整理 中线转弱 那趁什么时候卖 趁短线KD勾起来 就像现在 趁短线KD勾起来这里要卖 你会卖在反弹的相对比较高的位置 就是我在节目里面提过N变的 在技术分析的教学 也跟大家分享过 那新台币其实感觉上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MACD负向KD勾起来 这个地方 站在卖方 我们这样的时候 因为 这反向 因为往上 往上是贬值往下是升值 往上贬值是不是 你现在应该 趁平衡把新台币买回来 因为未来新台币应该趋势会往下 趋势往下那叫做升值 那如果新台币升值美元贬值 对资金来讲 资金效应来讲 确实是对台币有利的 我们看去年 去年是一样去年10月27号 这不是今年 111年的10月27号 当时的新台币 汇率是高点是32.335 现在是32.432 其实跟去年的高点差不多 汇率汇对的高点 其实就新台币贬值的低点 是不是意思 对懂意思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在节目里面极力 我可以跟大家游说 拜托你不要再把新台币卖掉就换美元了 新台币要趋势要往下 这去年 因为MACD负向 有没有 MACD负向 冲上去这一段 我还记得在节目里面跟各位分享过 我们主管他买了32的 我说 不错了 可以赶快闪一闪 可以赶快闪一闪的 来 新台币真的掉下来了 真的掉下来了 掉下来是升值 是去年 从 去年的10月底到11月底 升了一大段 好 新台币的汇率降走 那我们看一下当时 加权指数的走势吧 10月底 我刚各位看到汇率不是10月27号吗 这是当时加权指数 去年111年的10月28号 当时我在节目里面说 指标地档被离MACD翻证 开始做多 汇率MACD是负的 所以汇率往下 汇率会升值 那加权指数MACD往上 MACD往上是中期趋势往上 KD指标右地档被离这个地方要往上 我当时在节目里面 还有在抖音 抖音里面都这么说 包括当时的台积电 股价在390块附近 可是 隔两天还在还在整理 甚至还在跌 网路上 大家骂了半死 可是各位看一下 没过几天 11月3号 哎哟 我说这缺口商人会来挑战 有没有 低档被离真的上来 真的上来了 有没有 这里 当时我还在说 要上来了 还被骂 上来了 真的上来在这里 低档被离 到了12月初 12月1号 高档被离指数创新高 KD没创新高高档被离 当时 12月初又下来到 12月1号 又到1月3号 1月3号低档又被离 低档被离之后呢 在这里低档被离又上去 你看 这里 低档被离 这里 12月高档被离 这个1月初 低档被离然后再来3月份 3月份的高档被离指数下来 3月份的高档被离指数又下来 所以你看 当时我在节目里 每个高低转折都在节目里分享的很清楚 很清楚 所以各位看看 去年10月底 当时的状况 跟现在比较小 对 不过去年10月底的指数跌得蛮深的 现在指数在盘整 但是汇率的线图来讲 看起来真的蛮像的 汇率 高点32.3 32.4 MACD负向 如果汇率往下 如果汇率往下 台股就要往上 这是我目前的看法 所以现在加权指数再回荡整理 去年的加权指数是在底部 10月份是在底部 现在这个盘整区的整理形态 这个高点为什么过不去 很简单 因为季线扣底在这里 现在的指数比 60天前低 所以季线持续下弯 未来几天还要扣高点 所以这个季线 无法翻证 等到季线扣到这里的时候 未来的指数在这里 比这里高 扣底在这里的时候 未来指数在这里 比这里高季线就翻阳 所以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等个两个礼拜 那这两个礼拜怎么做 这里两个礼拜就区间做 尽量不要追高 强势股拉回买 反弹 弱势股反弹 来来回回做 但是如果两个礼拜 大概到10月底 两个礼拜之后 行情 真的出现的话 那次站上季线 就是行情正式的开始 那电子类股和OTC其实一样 电子类股还比较强 站上季线 可是 那不是重点 因为季线一样扣底高点 那等到过了一两个礼拜 可能局势就会改变 OTC也站上季线 可是站上季线 他也扣来高档 等到 扣底急跌断的时候 他季线就翻阳了 季线翻阳就是助长 季线往下就是 他的压力 懂意思没有 那刚才 把这个扣底跟各位解释清楚 所以要成为赢家很简单 讲过恩变了 看对趋势选对股票遵守纪律 怎么看对趋势很简单 你每天锁定我筹码大事的 还有 加入我们的Lite 晚上大事业化是你必读的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你一定要加入左边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边是Lite8的QR Code 赶快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那怎么样看到大事业化呢 很简单 加入筹码大事的Lite8 然后点击手机右上角的气势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投的K线图 我们的大事业化 筹码表格还有每天的节目 所以我刚刚不是提到吗 筹码是永远的领先指标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两天很强 尤其今天 上礼拜和今天大家都在 提矽光子 大部分的股票都没涨 矽光子比较强 对不对 那矽光子的题材例如说联军 老师今天联军也不强 重点来了 其实在9月20几号 当时媒体就在提矽光子 在这里为什么不提 那里媒体不知道啊 大户还没炒消息啊 大户在这里介绍 在9月6号 我们系统出现讯号 联军 这个地方你可以买进 但到这个地方 9月20几号尴尬 现在你看到联军 现在涨了40几% 来 这两天这上礼拜五 还有今天 矽光子题材最近很热对不对 请问联军涨了没有 大户在这里就进去 所以 跟着我们的系统 讯号 你可以领先全市场 至少 你会跟大户同步 大户吃货 我提过嘛 大户吃货 你不一定要跟得进去 但是大户 点火 大户启动加码的时候 你可以跟着布局 这个就是 我操作的理念 我们要买起上点 我们不是随大户去布局 因为 重点是大户要布局多久 我们不知道嘛 我不晓得是哪个大户 但是 我们可以知道 他持股比重很高 但是 他点火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得进去 因为大户点火 就是为了这一段 而不是现在媒体 平民在告诉你 矽光子 这个地方你面临到 这个地方到底该买还是不该买啊 其实我们系统早在9月初就有了 那文业也是 文业我们在8月9号出现讯号 总是领先全市场 8月9号出现讯号 他的利多什么时候出来了 9月15号 他就并购利加加拿大公司 媒体预估 明年上看赚一个股本 后年赚1.5个股本 也就是说后年要赚15块钱 后年就赚15块钱 所以投信在这两天涨停板都买不到 这天才去买 这一天长黑才去买 那拉回来那几天 我在抖音上直播 我说 这个地方 都跌到投信成本之下 这个地方就买一买吧 对不对 就27号就涨停板 104.5 再隔天114 最高冲到121.5 这两天大盘在整理他在震荡 到了今天 还算不错 大盘点130点 今天算小涨 那高点会不会突破呢 高点会不会突破不是我判断 也不是我决定的 那是市场决定的 所以你的操作 你的负责 你负责的就是 我在讯号出现的时候进去 然后呢 没有出现平常讯号 就抱着 你这样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赢家 所以那这个讯号怎么来的呢 量价筹码打分数 所以 我把 很复杂的事情 很难的 悬股的工作 其实我把它简单化 怎么个简单化 你透过量价筹码打分数 因为 你唯有打了分数你才能做比较 才能排次序 你才能知道 第一名是谁 第二名是谁 第三名是谁 你才知道 考联考 谁能考上台大法律 谁能考上台大电机 不是吗 你把全市场的自优生找出来 因为你排了次序之后 你打了分数之后 你才能找到自优生 像这档股票叫金宇 对不对 也是上礼拜有比赛股 金宇日报的比赛股 这里进去 来 有没有 富爸爸加持嘛 就 就这一支啊 然后到时尚 礼拜五涨底板 对不对 今天还在创新高 老师今天怎么办呢 今天暴大乱黑黑 我认为高点会过 那因为这里量比这里大 大得多 那这个位置呢 为什么这个地方要整理 因为这个地方有人套牢嘛 这个地方大量就是把这个地方做换手 换手玩之后 我认为他要挑战高点的力道和机会 因为成交量有出来 那就续包就对了 那我们出到一半 拉回来如果有价差 我会把那一半再买回来 因为趋势并没有改变 那我们在看一场最近很厉害的创意吧 创意我 不要说最近很厉害 我们的安体超厉害 不讲过N变了吗 你看创意 当时在这里跟各位说 三角形跟着箭头 这13号 今天创意还在涨 大盘不怎么样对不对 重点来了 上一次创意出现 去年 刚刚给我看到 去年12月28号 我们说大盘是低点 是买点 去年的12月28号这里 创意12月28号 系统出现启动讯号 10分28号去年 来 加码讯号出来了 你看这一段 从这里到这里74% 这里到这里 平常讯号出来 做空讯号 407 470.5 470块半到822块 70几% 回来了 你就避开这段 这里又来了 1月30号 又来了 这里51% 有没有看到 又出现做空讯号 到了三月份 下来了 三月份 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做空 3月28号 3月28号 这里 创成了下来 有没有 到了5月2号又翻多了 你就照做就好了 你看 5月2号 从5月2号这里 到5月底又40% 从1090块到1540块 是不是 那你想要 喜欢做创意的 喜欢买创意的 喜欢跟着做创意的 照做就好了 每一趟不是40% 50% 70% 可观吧 对不对 然后到了这里 你看 又下来了 有没有 创意你看 是不是 完全按照 几率操作 就赚翻天了 那现在创意上来了 创意上来很简单就续爆 对不对 有拉回来找买点就对了 你就跟着系统的讯号来操作 所以我说 你跟着系统的讯号操作 你真的 可以很轻松 我已经把 最复杂的 选股工作 用AI的方式 帮各位选出来的 用最科学的 打分数的方式 帮各位找出 全市场 最强的 资优生 所以看这档 高际 是不是 来 我们这里买的 真的假的 来有没有 10月4号 盘下 我不常说盘下 印图90块钱 看到没有 90到90块2买进 所以我们 抠的时候 在这里抠 结果掉下来 有没有 所以 后面大概买到 899到90 收盘小赚2块钱 重点不是这个 不是2块钱 对不对 我们买在这里的 4号 5号6号 我们买在这里 对买在这里的 来 今天长黑也跟各位分享 不用怕 来105.5 10月12号 111了上礼拜五 今天114了26% 从90块到114块26% 快27% 这种股票还会变标股 对 怎么找得到 很简单 量价筹码打分数 实际带货员进场操作 所以不是硬途而已 真的有抠讯 你看到没有 对不对 所以 我每天 贴心的提醒各位 提醒我们家族成员 手机APP的成员 你看 大概1点 1点15分 提醒他们 有什么 知优生 中的知优生 特别提醒这些会员 找到 全市场 最强的股票 我们的操作 就是 效率操作 我们不是买最低点 但是我们买在起上点 来 所以 光辉的10月 刚才给各位看 去年 去年 10月 去年10月底 你也不信航 你也不相信有航行 而且 当时很恐慌 台积电不到400块 跌破400 大家下了半死 大盘 你跌了快6000点 对不对 从 高点跌下跌了 5990点 跌快6000点 当时大家很害怕 可是 指标真的背离 就上来了 所以 每次当我说有航行的时候 你要相信 不要总是 思考来看 老师 我又错过了怎么办 那就可惜了 所以 每次在低档的时候 每次我推专案的时候 都是大家不相信 大家恐慌的时候 光辉10月 共创财富 168的优惠专案 你 一定要把握 想办法 把电话拨通 因为 股票 我都帮各位准备好了 来 你看 万润 真的 强迫赚钱 9月22号 1点02分 对不对 来 9月25号 1点15分 加码讯号也call 启动讯号也call 来 有拉回 28号涨停 第1个 10月2号 第2根涨停 哇 从低档上来各位 你知道几%了吗 来 39% 从这个讯号开始 30几% 大盘最近很标吗 没有啊 好难做 对不对 那为什么 我们可以找到万人 为什么可以找到高纪 为什么可以找到3443的创意 还有均雨 为什么做得到 量价筹码打算 包括富桥 你看 强迫你赚钱 1点04分 9月18号 9月18号 call两次 对不对 是不是强迫你赚钱 一根停板来 两根停板来 老师这里要不要出啊 来 这两天 有影响吗 大盘不好对不对 可是你看 你在这里到这里 也不少获利 所以 大盘不好 我们一样 可以帮各位找到 创造财富的标的 是不是 人性弱点 你要怎么克服 我知道 我要开发这套软体 我都知道 因为大家 买对抱不住 买错舍不得 是不是 成为赢家 很简单 买对抱住买错舍得 就是市场的赢家 所以重点 怎么样买对嘛 第二个 你要怎么样抱住 来 你看轮飞就好 买富这个礼拜的比赛股 今天又涨停板 上礼拜五涨停板 老是用中午拿来比赛 有啊对啊 今天不是涨停的吗 可是重点 我们系统是在 8月29号出现讯号 在这里 在这里出现讯号 从这里出现讯号 到今天涨停板已经几%了 80几%了 是不是 8到4%了 所以重点要成为赢家 你一定要 领先全市场 不是看到 哇现在 现在涨上来 才考虑这个地方要不要买 因为媒体总是 当涨上来的时候告诉你好消息 还没涨上来的时候 你不知道的时候 媒体也不知道啊 是不是 大户也没释出消息呀 法人也没丢出利多啊 那你要怎么在股市上成为赢家 你一定要领先 至少 至少 你要跟大户同步 怎么样跟大户同步 很简单 跟着我们致富赢家操办系统 跟着我们APP 你就会跟大户同步啦 对不对 你看文业 哈啰各位粉丝大家好 如果想要更了解我对大户的看法 还有各国的选择 非常欢迎各位锁定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筹码大师的时段 记得看节目的时候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记得锁定筹码大师 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74% 富桥 32% 来 一档一档高际 很猛吧 26% 实际操作 90块付近买金 今天114 还在不在 我今天跟助理说 我实在好想出 为什么 因为我的看法 他来到这里的 平台 高 上元 再上元 而且这里量又没有比他大 按照我的技术派 我认为这个地方 总要震荡整理 搞不好这里要跟 这里会 这里会跟左边一样 混来混去 所以 很想把他混人出啦 所以这个地方高际就不要再追高了 你如果 不是跟我们一样买在低档区的 这个地方的高际 顶多你来回操作 来回操作 低再买 高就不要再追了 不要再追了 那万润呢 万润从39% 快40% 这里 101到140块半 所以要成为赢家 你真的很简单 我们的coaching带着 或者是我们的手机APP带着 因为 为什么开发手机APP 我知道 本来我是开发软体的 对不对 那软体桌上行 有的 有的会员说老是不能放到办公室 办公室老板看到不行 那如果手机呢 手机你随身都会带着 甚至在办公室 你上个厕所你可以带着手机 看看自己手上股票到底 出现什么讯号 对不对 或者一点多 游戏一点多的时候 我APP提醒 有哪些股票是自由生的自由生 你不是可以 设在你的自宣股里面 过两天 明天后天 最近这几天 有拉回 有红棒的一半 你就可以进场了 是不是 都是这样的 来这档付爸爸加持不是金鱼嘛 对不对 今天报道上黑黑黑 我认为还是会挂高点 所以要成为赢家 你看 我本来要盖牌了 我不盖了 为什么 你看华讯 深小型跟着箭头不是吗 我们来看一下 来 所以要成为赢家 你要找方法 要找方法 637华讯 有没有 跌得很惨 那这根量其实蛮大的 有没有 这根量蛮大 我认为这个高点会过 这个大量去 会过 会过 所以我本来想说盖牌 不盖 如果未来几天有拉回 记得 红棒的一半 进去卡位 进去卡位 今天也把这个标的 提供出来 提醒大家 因为 其实我们 我们的软体 总能帮各位找到 大户吃货之后 点火的标的 这就是重点 大户吃这么久 上礼拜五点火了 今天拉台 今天量也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有机会挑战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挑战过去之后 这段期间底部就成型了 可以留意 那这档股票 是哪一档 这档股票就卖下关子 因为他9月1收 成年长90几% 也相当的厉害 那我个人看法 算是 这档股票算是跌的少 而且也是 极少数 还在在季限制上的标的 那这档股票呢 在整理完成之后 我认为 他突破高点是指日可待的 所以 未来有拉回 你也可以跟着我们一样 同时间进场 三角形 虽然没有马上跟着箭头 三角形回档一天 箭头就出来 这个也是 可以留意的标的 因为 三天内 连续 有两天95分 这也算是资优生里面的资优生 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的APP里面 提醒我们加入成员股票 所以 包括华讯 包括这档股票 未来几天如果有拉回 最好是大盘不好啦 你大盘不好 才有拉回的机会让你上车嘛 不是吗 所以我说来 全市场最强的操盘工具 千挑万选 帮各位找出潜力的资优生 马上抓住 关键的起上点 所以跟着我们操作 最强操作 只有你 你要下决定 你要下决定 要下决定 你要下决定 只有你 能让你自己的财富增加 你要下决定 就是现在 你赶快下决定 因为 你如果错过了去年10月份的好机会 现在的10月份 你不要再错过了 因为每年的第四季 都是行情最好的季度 现在你还看不出来 也许过了半个月 老师真的 糟了 又错过买点 你那时候后悔就可惜了 所以你要趁现在 大家还不相信了 把握这次 光辉10月共创财富168专案的好机会 因为 我都准备好了 错过去年的10月 错过去年10月的好买点 你 今年 一定不要再错过 而且 刚好 每次在最悲观的时候 我都会推专案 每次推专案 都是大盘的 整理 或大盘的低点 所以这次 光辉10月的共创财富 168的优惠专案 你一定要把握 你一定要 想办法 把电话拨通 想办法 把电话拨通 就对了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 支付专线 成为支付赢家 我们明天见 你想跟上最专业的效率操作吗 记得订阅我的LINE YP TG 这样才不会错过 我筹码大师 最贴盘的资讯 瓶子